中国是世界上造船历史最悠久的国家之一 中国传统木帆船的设计建造技术 曾在数千年历史长河中立为扬帆 若然于世 并凭此率先开启远洋贸易 贯通东西方文明 作为一个陆于广袤的国家 古代中国为何精湛于帆船建造 先进的造船工艺 又何以承载中华海岸文明 并带动人类历史的全球化进程 上海中国航海博物馆副研究馆员叶冲 对此进行深度解读 一种非常著名的船型叫八槽舰 那么这个八槽舰我们现在考证下来 就是拥有八个水域格舱的船 那么这个就应该是中国乃至世界上建于文字的最早应用水域格舱的一种船 中国船跟西洋船最重要的差异还是体现在翻装上面 西洋船它是一种软翻 那么它的最好的受风的效率是什么 顺度 我们中国船它的翻装其实我们把它定义为叫硬翻 这个翻装上面有很多像这个叫矩形的一小块 这个每一块它都能起到一个兜风的效果 就导致了它可以使用各个方向的风 这也就意味着在不同方向风的时候 中国船的就是灵活性和湿意性更好 中国从西太平洋从南海扩展到今天的印度洋 扩展到太平洋 这个时间要远远早于同时期 其他的国家 根据我们的文献的记载 那么三国时期东吴的海船 大概能够达到长度48米 能够载五六百人 所以我们看史书的时候 东吴在那个时候呢 他拍了很多的视频 去出使我们今天的朝鲜半岛 出使我们今天的东南亚地区 那么到了明初正和下西洋时期 中国古代的海洋实力和海洋文明 达到了一个顶峰 马尼拉的大帆船 他就串联起了中国到菲律宾 以及到墨西哥 这样的一个特定的这个航行 中国的商人把中国沿海的货物 运到了菲律宾 那么从菲律宾到墨西哥 跨太平洋这个航段 这个时候呢 是由西班牙人主导去造了这个船 但是根据我们现在的研究呢 在这个航段上面造的这个船呢 有的人之所以称之为 仍然称之为的中国船船 它原因是什么 因为它采用的是中国的工匠 它用中国的工匠去造中国的海船 或者是在中国的海船的基础上 揉入了一些西方船的一些技术 所以从根本上来说 就是造船的工匠和技术团队 是来源于中国的 我们很难说它一定是开启了全球化的进程 因为我们今天认为全球化的进程 应该是从15世纪初 正和下西洋开启 而不是西方所谓的地理大发现 如果我们一定要说是地理大发现 那我们也应该把正和下西洋 作为地理大发现的发砖 那么也就是说 西班牙的这个所谓的马尼拉的 这个翻产的贸易航线呢 它是补充的 也就是在很多的航线中 它也是补充了这个全球化的进程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